要點持續來關注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昨天被北檢五度要提訓 但最終因為他拒絕而作罷了 而檢方對外的說法是說 基於考量他的身心狀況而取消應訓 但這起事件的確引發了各界的熱議 還有包括像是前黑金組的檢察官觀察 就表示說他認為除非柯文哲是有正當理由 才能拒絕出庭的 而以現狀來評估的話 很有可能真的是身體不適 不然檢方不會放行 另外按照目前的情勢態勢的話 檢方很可能在兩個月之內就會起訴柯文哲 台北地檢署偵辦金華城弊案 一號五度提訓柯文哲 卻突然接獲看守所通知 柯文哲不願接受偵訊 檢察官律師都被放鳥 但考量他的身心狀況只好擇日再審 這個舉動也讓外界看傻眼 柯文哲不出庭的原因 外界揣測不少 有人認為他關押近一個月健康亮紅燈 有人認為他在核檢察官賭氣 大家看法不一 不過根據法界人士來看 他不能因為鬧脾氣就拒絕出庭 被告是沒有理由拒絕 除非他有正當的理由 那這個所謂的正當的理由 我想以本案的情況而言 他可能最可以主張的就是 他身體不適的一個狀況 應該是那個理由要非常的充分才行 柯文哲不出庭對自己到底是利還是弊 按規定他認為案情發展對自己不利 可以保持堅默 但不出庭又保持堅默 恐怕對他來說不是好的選項 尤其案件發展牽扯越來越多人 通案被告朱雅虎也已經認罪 檢方很可能就要在羁押期 兩個月內將他起訴 假設未來柯文哲繼續拒絕接受偵訊 檢方勢必就會指控他犯後態度不佳 對他未來在法庭攻防並不見得有利 這回看似乱了檢方節奏 也很可能只是柯文哲在自己身上多天麻煩 接菜結張嘉玲台北報導 接菜結張嘉玲台北報導